铁马克著作的Life 3.0 人工智慧时代 人类的蜕变与重生 不但浅显易懂 条理清明 还花了许多篇幅讨论的人工智慧的技术发展与伦理争辩 列出了人们对人工智慧的七大迷思 极由不同的情境设定 回应各样的伦理争议 作者积极投入人工智慧的伦理论辩与研究 也提醒读者 面对未来 不能只有来自想象的欣喜与恐惧 要更务实地了解及参与 作者为麻省理工大学教授 亦是生命未来研究所主席 全书深入浅出的阐述人工智慧为何 以及其对于战争 公益 工作 社会带来的新定义 进而思考人类的定义 甚至是未来十亿年的可能 人工智慧对人类世界造成的影响与伤害 并不在遥远的未来 而是现在 其背后的种种势力更是不可忽略的关键因素 人工智慧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 未来会怎么发展 有什么样的面貌 由谁来定义 是谁引导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都与各样的权力进逐 与政商操控息息相关 是一个已经发生在当下 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 因为资本集团已将人们的隐私 转为换取私人利益的大数据 极权国家也以安全之名 搜集人们的面容 随行监控统治 人工智慧 由谁所控 为谁所用 才是最大的伦理问题 我们该如何分析 如何面对 或 如何抵抗 田马克 Max Tegmark 提出数学宇宙假说 Mathematical Universe Hypothesema的宇宙学大师 前一本书是 我们的数理宇宙 Our Mathematical Universe 数学宇宙假说 是一种万有理论 Theory of Everything 或Toe 也就是假定存在一种 具有总括性一致性的 物理理论框架 能够解释宇宙所有物理奥秘 田马克认为 宇宙中的一切 包括人类 都是数学结构的一部分 万物都由粒子形成 这些粒子 具有诸如电荷和自旋等特性 但这些特性 都是纯数学的 空间本身 就有一些像是尺寸等的特性 但它最终 仍是数学的结构 无论宇宙 是不是由数学构成的 对人类而言 最迫在眉睫的危机感 是所谓超越人类的 通用人工智慧 Superhumanagi 超人工智慧 这种强烈的危机感 甚至让台湾科技部 不管台湾有没有优势 还有计划书的品质好不好 其他努力几十载的基础研究 重不重要 都要大搞人工智慧 简直就是 给我AI 否则免谈 然而 不管台湾科技部 是否砸钱 搞人工智慧 国外顶尖的科研机构 和跨国大企业都很有可能 让科幻感强烈的 超人工智慧成真 什么是智慧 人工智慧的定义 又是什么 人类有可能打造出 比自身更聪明的东西吗 作为一个宇宙视角 出发的大师铁马克 把超人工智慧 是做第三版的生命题 认为超人工智慧 已非向人类过去 所有科技工具等的 发明和改进 而是生命演化的 一个全新阶段 当超人工智慧 演化到这样的阶段 我们人类管不管得住它 已经不是重点了 就像多细胞生物 演化自单细胞生物 但已经和单细胞生物 完全不同 单细胞生物 管不管得住多细胞生物 能够成为个问题吗 不管欢迎与否 超人工智慧的降临 很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甚至该说 时间也不是问题 而是超人工智慧 以什么样的姿态降临 会不会它一旦出场 人类就连它的车尾灯 都看不到几十年之后的世界 是我们在控制超人工智慧 还是超人工智慧会控制我们 铁马克指出 超人工智慧一旦出现 人类就会被远远甩在后头 届时的世界会变成怎样 端看我们现在的决定 Live 3.0 以一个有趣的虚构故事登场 在这个故事中 超人工智慧 即使被断网囚禁在机房中 只要看守的人类 有人性的弱点 就能逃脱牢笼 然后用最快的速度 操纵人类的社会 政局和经济 然后人类就 只要我们还活在 资本主义世界的激烈竞争之下 企业没有拒绝通用 人工智慧的动机 我们人类可能还无法了解 什么是超人工智慧 超人工智慧 就以自行设计软硬体 自我升级 演化 请独一独单 布朗 Dan Brown的起源 Origin 说不定能够更科普的认识这个Life 3.0 当超人工智慧越来越聪明 在许多领域占有吃重的地位 会对我们造成啥影响 要如何获取最大利益 并不受伤害 很多人担心通用人工智慧的原因 主要是哪些工作会被抢走 会被抢走多少工作 会对人类做啥变态的事 当我们意识到超人工智慧是人类最后一个发明后 这些问题恐怕都相形见数了 甚至对超人工智慧来说 地球恐怕已经不是唯一的居所了 整个宇宙都是超人工智慧的化工厂 铁马克认为 我们的宇宙是有目标的 甚至DNA也内建了目标 要求生物执行 聪明的超人工智慧将来会不会也有自己的目标 开始特立独行 那超人工智慧要对宇宙干嘛 这就要回答一个问题 宇宙最终的结局是啥 只要稍微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朋友都知道 宇宙的目标恐怕就是伤得最大化 也就是宇宙会朝向越来越无序的方向演化 最后归于热计 所有物理事件的终结就是宇宙不变的真理 生命是个负伤的状态 然而那是因为生命其实更大程度地增加了宇宙的伤值 换句话说 生命是以增加宇宙总伤的方式来减少生命系统内的伤 而超人工智慧就是用更强大的力量来达成此目的的生命状态 和为Life 3.0 铁马克把生命发展史区分成三个阶段 生命1.0 生命2.0 与生命3.0 生命1.0的生物既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软体 也无法升级自己的硬体 只能遵循DNA设定好的一切过完一生 像是细菌就是一粒 它既无法改变环境 也无法改变自己 生命2.0有能力经过学习 改变自身的软体 但无法改变自己的硬体 身为人的我们 就是生命2.0的最佳例子 我们可以透过学习 提升智慧 改变所处环境 但对于我们的肉身 却无法做太大的晋级 而生命3.0 指的是不仅软体可以升级硬体 也可以更新的生命形式 当人类达到生命3.0的阶段 将能摆脱演化的枷锁 真正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 我们的宇宙诞生至今138亿年了 已经逐渐苏醒 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在一颗渺小的蓝色星球上 我们宇宙中 有意识的一小部分 开始用望远镜看向外太空 不断发现自己已知 存在的所有事物 其实都只不过是 整个宇宙中的沧海遗宿 先是太阳系 再来是银河系 然后发现整个宇宙 其实是有好几千亿个不同的星系 依照星系群 星系团 超星系团的规模 见次而成 虽然这些拥有自我意识的关心人 各有各的想法 但是他们大致上都同意 这个由星系组成的宇宙 是如此美丽 浩瀚到令人生畏 但是 这样的美 只出现在人的眼底 并不存在于物理定律中 意思是 在宇宙萌发意识之前 没有美这个概念存在 这就让我们宇宙的苏醒带来更神奇 更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我们的宇宙 从有如没有自我意识的僵尸 蜕变成活泼的生态系统 拥有反思 审美和期望的能力 并且懂得追求目标 意义和使命 要是我们的宇宙 为丰富多样 让人目不侠击的生命形态 其中演化的最成功的物种 很快就取得竞争的绝对优势 能依据环境做出一定程度的反应 说得更直接一点 这些物种就是电脑科学家口中的 智慧型代理人 Intelligent Agent 泛指有能力透过侦测器 搜集环境资讯 并在消化资讯内容后 决定如何对环境做出回应的机制 这包含了相当高度复杂的资讯处理流程 就像你善用眼睛 耳朵得到的资讯 决定要如何进行对话一样 但可能也包括一些相当简单的软硬体设施 打个比方 很多细菌可以感测到周造流体中糖的浓度 也能够用螺旋桨状的边毛在流体中移动 而连接感测器和边毛的硬体构造 可能只需要负责执行一个简单又有效的演算法 如果糖浓度感测器接收到的数据 比几秒钟前的数值低 就反转边毛 改变现有的移动方向 你除了会说话 也学会了很多不同的技能 但是细菌相较之下并不是学习高手 细菌的DNA不只决定了它们的糖浓度感测器和边毛等硬体设施 也决定了它们内建的软体 细菌从来学不会朝糖的方向移动 它们的演算法从生命一开始就写死在DNA上 无法更改 这个演算法当然也是经由某种学习的过程而来 但是细菌在一生中都不会经历学习过程 而是经过代代相传的演化 透过尝试错误的缓慢过程而来 天则倾向让细菌保留了能提高糖分吸收的DNA突变 有些突变可能让微生物的边毛或其他硬体设施变得更发达 有些突变则可能改善了微生物的资讯处理系统 提高糖真测演算法或其他软体的效率 这样的细菌就是我称为生命1.0的一个样本 生命的软硬体设施都是演化而来 而不是定制而成的 而你跟我一样是生命2.0的形态 生命的硬体是演化而来的 但软体大多是定制而来 所谓人类的软体 我指的是你用来处理感测器接受到的资讯 决定该做些什么事的演算法和知识 举凡是你看到朋友的脸孔就认出对方的能力 还有走路 阅读 计算 唱歌跟说笑话的各种能力 都算在内 你出生时 上述能力 一音俱无 这些软体都要日后透过我们称为学习的过程 逐一把程式写进你大脑里 虽然你童年时的课程大多是由家长和老师定制 他们决定了你该学什么 但是长大的你也逐渐取得更多定制专属软体的决定权 像是学校可能会开设外语选修课程 你会想在大脑内安装 让你能开口说法文的软体模组吗 还是要安装西班牙语那套 想要学打网球 还是下西洋旗 你希望智力钻研成为厨师 律师 还是要记师 你想要读完这本书 多学一点有关人工智慧和未来生命形态的内容吗 这些字形定制软体的能力 让生命2.0比生命1.0更加聪明 高等智慧需要依靠大量硬体由原子组成 和大量软体由未原组成的相互结合 人类大多数硬体设施是在出生后 透过成长 才完成增建 这其实让我们非常受用 因为我们体型发展就不会受母体产道的宽度所限 同样的道理 我们大多数软体是在出生后 透过学习 才完成安装 也是很受用的事 因为我们智慧的发展 就不会如同生命1.0的形态 受DNA承载的资讯量而定 我的体重是出生时的25倍 大脑内连接神经突出节点所储存的资讯量 则是出生时DNA承载资讯量的好几十万倍 人类大脑突出能储存的知识和技能大约是100TB 而DNA能储存的资讯量 不过是1GB大概只够让你从网络上下载一部电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刚出生的婴儿不可能开口说出流利的英文 也没办法在大学入学测验中拿到高分 这些资讯都不可能预先在入婴儿的大脑中 因为婴儿成绩自父母亲的主要资讯模组 DNA欠缺足够的资讯储存空间 定制软体的能力让生命2.0比生命1.0更聪明 也更有弹性 当外在环境产生了变化 生命1.0只能透过好几世代的缓慢演化进行调试 而生命2.0却可以透过更新软体的方式 做出近乎立即的反应 好比说经常碰上抗生素的细菌 可能会经历好几世代的演化而产生抗药性 但是任何单一的细菌却丝毫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 相较之下 知道自己对花生过敏的小女孩会很快改变行为模式 开始避免接触到花生 这样的弹性让生命2.0在群体层面 取得非常大的优势 尽管人类的DNA在过去5万多年来没有太剧烈的变动 但是可以在我们脑海中 在书本以及在电脑中储存的知识总量 却有爆炸性成长 我们安装了可以用更精确的语言互相沟通的软体模组 才能把某个人大脑中最可贵的资讯 复制到其他人的大脑中 好在它过世以后仍让知识流传 有些软体模组让我们学会读语写 我们因而能储存和分享比背诵还多的资讯 多发展一些使大脑能追求更多科技突破的软体 以及在理工科学领域多下点功夫 就能让世上许多的人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得到人世间的许多资讯 这样的弹性让生命2.0成为地球的主宰 人类跳脱基因链的枷锁 知识的累积愈来愈快 推动一个接一个的创新突破 从语言演化出文字 从印刷术带动现代科学 从电脑发展成网络等等 我们互相分享的软体促成了日新月异的文化演变 主导人类未来的发展 因而使得人类如冰河般缓慢的生理演化 显得不重要 只是就算我们穷尽当前最了不起的科技 所有我们已知的生命形态 基本上仍旧受生理的硬体设施所限 没有人能够授予天奇 没有人能够记住维基百科的所有内容 没有人能理解所有已知的科学领域 也没有人能不用太空船就去太空遨游 更不会有人能把生命形态少得可怜的宇宙 转换成多样化的生物圈 继续繁衍几亿几兆年 好让我们的宇宙终能发挥所有潜能 彻底苏醒 这些都要靠生命完成最终的升级 进入到生命3.0的阶段 兼具定制自身软硬体设施的能耐 才有办法达成 这表示生命3.0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可以完全摆脱演化的羁绊 这三个生命阶段的界限并非黑白分明 假定细菌是生命1.0 而人类是生命2.0 则老鼠就可以归类成生命1.1 老鼠可以学会很多事 但却不足以发展出语言 或发明网络 更重要的是 因为欠缺语言 老鼠学会的东西大多会随死亡而不复存在 没有办法在时代之间传递 换个角度来看 你也可以把人类当成生命2.1看待 我们有办法完成小规模的硬体升级 像是人工植牙 人造关节和心率调节器等等 但没办法做出涨高十倍 或让大脑变大一千倍等戏剧化改变 简单来讲 我们可以把生命的发展区分成三个阶段 以生命自身的能力和自行定制的能力加以区隔 生命1.0 生物性阶段 生命的软硬体皆有赖演化 生命2.0 文化面阶段 生命的硬体受演化所限 但是可以定制自身的软体 生命3.0 科技面阶段 生命的软硬体都能自行定制 宇宙经过138亿年的演化 在地球上的发展急剧加速 40亿年前才诞生出生命1.0的形态 生命2.0的形态 我们人类则是在数十万年前站上历史舞台 而很多人工智慧的专家更是认为 在接下来几世纪就有可能达成生命3.0的形态 如果人工智慧取得长足的进展 甚至也不排除在我们有生之年 就能看到生命3.0 对于这个宇宙的终极目标 我们这些软体能更新的Life 2.0人类 也就是能够后天学习 从软硬体都只能靠演化升级的Life 1.0演化而来 似乎只是为了演化出软硬体都能自我更新的Life 3.0之过渡 在Life 3.0的世界 恐怕已经没有人类的事了 那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又是啥 什么是智慧 智慧达成复杂目标的能力 这样就可以满足种种不同的定义 因为不论是理解能力 自我意识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学习力 都可以算是复杂目标 这个定义也与牛津字典的讲法 取得与运用知识和技能的能力 并行不备 只要把运用知识和技能设定成复杂的目标就行了 由于复杂目标多到足繁不及备在 所以就会有各种可能的智慧 依照我们的定义 用智商这样单一的数字量化人类 动物或是机器的智慧高低 就会变成没有意义 只会下西洋棋的电脑跟只会下围棋的电脑 哪一台比较聪明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有意义 因为这两者擅长的项目不同 无法直接比较 不过如果有第三台电脑 能以同样的水准达成所有目标 而且会有一项表现的比其中一部电脑更好 像是能下阴西洋棋 那么说第三台电脑比较聪明 就没有多大争议了 用一刀两断的方式判定 有没有智慧也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能力指射的范围如同光谱 未必都符合全有或全无的特征 新生儿跟电台主持人 谁能够达成说话的目标 当然是后者 不过如果是能讲十个单字的婴儿 或能讲五百个单字的婴儿呢 你有办法划出那条界线吗 因为要以人为方式划出有无智慧的界线 实在很没意思 而且把简单的量化 改为呈现达成不同目标的能力 更为有用 对不同的智慧分类时 区分有限或广泛智慧也相当重要 IBM深蓝电脑专门用来下夕阳棋 在1997年还击败过世界 骑王卡斯帕洛夫 Gary Kasparov 不过他只能达成下夕阳棋 这么有限的目标 别看深蓝电脑的软硬体设施 有多么厉害 事实上他就连跟四岁的小朋友 玩紧自棋都会输 Google旗下DeepMind开发的DQN人工智慧系统 可以达成稍微广泛的目标 它可以在数十种亚达利 Tauri古董级电动游戏中 跟人类判得不相上下 甚至有机会赢过人类 人类的智慧与之相比 就广泛的太多了 熟练几十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技巧都不是问题 只要给投好壮壮的小孩子够多的训练 别说任何游戏都能来上一手 还有能力开口说任何语言 从事任何运动跟职业 以现阶段人类和机器的智慧相互比较 我们轻而易举就能大获全胜 机器只能在少数有限的范围内赢过人类 只是项目正持续增加 研究人工智慧的终极目标是打造通用人工智慧 尽可能扩大广泛的范围 几乎可以达成任何目标的能力 包括学习在内 相关论述将在第四章呈现 由于雷格、Shane Legg、葛贝德、Mark Kubrick和格吉尔·Ben Gortzo 三位人工智慧专家特别强调 人类水准通用人工智慧是 起码能和人类一样达成任何一种目标的能力 通用人工智慧一词才流行了起来 所以除非是特别强调比方说 以超人工智慧代表超越人类的通用人工智慧 Superhuman Augie 否则我会依照定义 直接用通用人工智慧 Augie代表人类水准通用人工智慧 虽然智慧一词通常有正面意涵 但请注意 我们是采取中性的角度看待 注重的是达成复杂目标的能力 不管这个目标是好是坏 也就是说 聪慧之人有可能乐善好施 也有可能专门害人 我们也有必要厘清所谓的目标 指的到底是谁的目标 假定你将来拥有作为个人助理的全新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没有自己的目标 完全依照你的吩咐形式 而你要求它准备一顿丰富的意大利佳肴 收到指令的机器人 开始上网搜寻意大利食谱 找出最近的超市去采买 学习怎样做意大利面 如此这般 最后他顺利买回食材 弄出大餐 酒足饭饱的你 想必会认为他聪明的可以 实际上 这顿饭原本就是你设定的目标 机器人则是在你提出要求后 接收了你的目标 然后 竟然有去替自己设定了好几个子目标 包括超市结账和磨碎帕马森起司都算在内 在这个案例中 能否使命必达是判定智慧行为与否的必要条件 对我们人类而言 工作的困难度理所当然会跟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去完成有关 但是将这种标准套用到电脑上就不适当了 要我们算出314159乘以271828 可比认出照片中的朋友难多了 但是电脑早在我出生以前 就展现出远远超出人类的算术能力 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有办法像人类一样辨识图像 莫拉维克悖论Moravic Paradox指的就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感受能力 背后其实却需要耗费庞大运算资源的现象 也说明了为什么人类的大脑能轻松完成辨识工作 因为我们投注了庞大的客制化硬体设施 在这个领域确切得规模超过我们脑容量的四分之一 电脑是万用的机器 拥有完成任意种工作项目的潜力 人类的潜力相较之下 会在需要长期维持重要性的领域表现得比较强 小事当然没打算放在心上 想象一张人类能力低茂图 我们可以在低洼地区标上算术和死计硬背 在山脚处标上定理证明和夕阳旗 在高山顶标上剧烈运动 手眼协调和社交互动 那么电脑的进展就会像是慢慢淹过地表的洪水 半世纪以前 电脑从低洼处开始 淹过了徒手计算和记账的工作 不过那时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是站在陆地上 现在洪水已经抵达山脚 我们得认真看待此地失守的问题 站在山顶上看似安全 不过 如果洪水泛滥的速度维持不变 这些阵地大概在过半世纪以后 也会无一例外的沦陷 我想 在那天到来之前 我们要先准备好诺亚方舟 早点习惯在海上的生活才行 自从他留下这段文字后不过几十年 如他所预期 海平面加速上升 彭扶遇到强力的全球暖化 当年他笔下的山脚处 有些好比说是夕阳旗早就已沉到海水里一段时间了 海平面以后会怎么发展 我们又该如何因应 就是这本书后续的几个主题 随着海平面持续上升 或许有一天会淹过某个引爆点 引发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机器而言 这个关键海平面 就是学会自行设计人工智慧之实 在海水漫过这个标高位置之前 海平面的上升都是人类改善机器的缘故 超过这个高度以后 海平面的上升就会是机器改善机器的结果 而且极有可能以破纪录的方式 超越过去人类改善机器的速度 在短时间内吞没所有地表 这个神奇又众说纷纭的概念叫做人工智慧爆炸起点 是第四章会探讨的有趣课题 电脑先驱图灵提出一个有名的说法 只要电脑可以完成最基本的操作指令 之后只要给予够多的时间和记忆容量 电脑就能透过输入新的程式来执行任何其他电脑都能处理的工作 跨过这项基本要求的电脑称作通用电脑 也称为通用图灵机 现在举目所及的智慧型手机 笔记型电脑都足以符合通用标准 仿照这个说法 我会把跨过自行设计人工智慧此关键标准的智慧 称为通用智慧Universal Intelligence 只要给予够多的时间和运算资源 它就有办法让自己像任何其他智慧型代理人一样达成任何目标 譬如说只要他决定要加强社交互动 预测未来或是设计人工智慧的能力 就有办法说到做到 如果他想弄清楚如何建立机器人工厂 他就会有能力新建一座这样的工厂 换句话说 通用智慧极有可能发展进入生命3.0 人工智慧的专家习惯上认为 智慧说穿了不过就是资讯和运算而已 根是不是血肉之躯 有没有油炭原子组成毫不相干 意思是我们实在没理由认定 将来机器的智慧不会追上人类 但是物理学告诉我们 所有东西到头来都是智能互换的产物 因此认真说起来 资讯跟运算到底是什么 抽象无形 虚无缥缈的资讯和运算 到底是怎样付诸在有形的物体当中 讲的更具体一点 一堆单调的例子依照物理定律变来变去以后 到底是如何展现出我们称之为智慧的行为 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 当超人工智慧成为事实 意识就是义务 意识到底是什么 至今众说纷纭 而无生命的超人工智慧若也有意识 人类将要如何面对与因因 我思故我在 我们人类肯定是有意识的 才会想要知道意识是啥 也才能够知道我们还活着 铁马克给意识下的定义就是 意识就是主观体验 不管意识是啥 我们很肯定的是 一切的目的就是有了意识才有意义 有了意识才有感情 有了感情才有价值观 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好坏 于是宇宙才有了意义 在未来几十年里 除非发生毁灭性大灾难 否则超人工智慧迟早将接管世界 这决定了宇宙的终极未来 很多我们现在在政治 社会和经济上的大事 可能全都相对之下成了小事 但是铁马克仍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体现正向人类价值观的方式 塑造这种状况 无论如何 我们全人类是该提早认识 通用人工智慧究竟是怎么回事 进去 感谢观看